请听第三种声音NGO观点 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季慧荣 在全球经济风暴之下 台湾也免不了要受到这样的影响 那专家的估计 台湾这样的一个苦日子 可能还要一两年 但是在全球风暴之下 台湾有没有竞争力 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有很多人说 我们的下一代是没有竞争力的 是草莓组 但是今天我们要带你 谈一个更崭新的话题 就是服务学习 要从他们的旌旗之旅来谈 看看我们的台湾竞争力 是不是能够保持 那让我们先来看一段 我们台湾的孩子 又到马拉威当志工 到底他们是怎么当的 尼克市群是中原大学 有艾滋 数位服务团的成员 去年他和资管系的老师吴兆明 跟另外六个同学 飞越了一千公里 前往马拉威担任志工 非洲国家的艾滋病死亡率史中 居高不下 马拉威曾经是台湾建交 42年的邦交国 人口一千两百万 却有一百万人感染了艾滋病 马拉威的病例 原本是用笔跟纸来记录 很容易流失 当地的学校和工部门 后来建制了电脑系统 却没有人会操作使用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七个大孩子在诊所里 建立了电子病例系统 把艾滋病患的就医跟用药记录 做系统的整理 还教医疗人员如何操作 他们必须要学会 怎么样去输入资料 然后产生报表 还有产生用药的标签 那他们的学习音乐还蛮高 过程中去世一箩筐 学生们也在服务中成长 唯一比较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他们手指头比较粗 所以我们按的那个 出公司萤幕的按键小了一点 靠着使用keyboard和body language 但我们体会到 也是可以无国界的 沟通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歌声舞蹈中 台湾学生绕行了大半个地球 到黑色大地服务 跨越种族和语言的隔阂 凭着的是一份真心 不过十几二十岁的大孩子 已经能够贡献所成了 好 刚刚大家看到 这个台湾的学生 飞越了一万公里到马拉威去当志工 那这些孩子到底有什么样的 惊奇的之旅呢 我们今天为你要到一些专家学者 还有学生来到我们现场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 中央大学神经科学所的所长 洪兰洪教授 好 各位观众好 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 中原大学主任秘书 也是这一次带孩子到马拉威 去做志工的老师 吴兆明 吴主任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中原大学的志工 也是资管系的学生 罗亦廷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接下来介绍的 他其实花了五年的时间 跑了五十多个国家 上了有一条船 是全世界最老的一条船 叫中仆号 那他叫彭书瑞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其实我们刚看到的 这个影片是马拉威 所以我就从你先开始 你飞跃了这么远的一个距离 到那里 你觉得对你最大的 那个冲击是什么 你要不要从一个小故事 开始说起 冲击就是 其实冲击上面是 以文化来讲 对我来讲冲击很大 因为台湾其实医疗方面 非常的充沛 算是跟非洲国家比起来 已经算是很充沛了 那当就是像我们 那年夏天我们走出教室 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就是我们看 我们有访问几位医生 当他说 他就是眼睁睁可以看着 妈妈抱着小孩子 然后小牌子 因为艾滋而 就是死在妈妈的怀里 所以那些冲击上面的 不一样 文化上面的不一样 还有他们就是 可以活活的生吃一个老鼠 煮的老鼠 然后就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吃 所以这些冲击对我来讲都很大 确实我们孩子的世界是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再来看 就是彭书瑞 你自己有到过五十几个国家 而且花了五年的时间 五年的青春 为什么会想要花五年的时间 去走世界各地 事实上马拉威是一个国家 你可以想想看 我们去的地方是 每两三个礼拜 就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 一个港口到另外一个港口 我们看的东西 还有我们必须要很快的能够调试 那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当然在这中间 学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开放的心胸 是有非常重要的功课 你桌上有好多的东西 你是不是有一样东西 你想要跟大家分享 说一说你的故事 我今天就带了几个 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 来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 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譬如说这个帽子 因为我们代表了什么意思 我们都知道 这是穆斯林的祈祷帽 可是去了中东的国家了以后 才发现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因为对我们来说 阿拉伯人他的影像是很模糊的 不是就是批的这个长批肩的围巾啊 或者就拿着枪啊 或者大胡子啊 而去那个地方 还知道每个国家都非常非常不一样 那我们在一些非洲的国家 今天我们的同学 有带了非常多东西来 带一个东西给大家来看 非常有意思 就是这一盘 这是他们的一个很有意思 我们手机里面也有的游戏 叫做跳棋子 它的做法也很有意思 它是把他们国家的 非常有特色的一些昆虫 把它放在珠子里面 然后呢 它就用这种方式 然后就做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一个装饰品 然后你只要拿起来一个 就放在旁边 你跳过去一个 你就可以把中间的那个拿开来 就是很有智慧的一个游戏 那也是非常有意思 你不但可以看到这个民族的智慧 你也可以看到他们 哇 这个国家有这么多很不同的 一些生命 一些生物在那边 我更特别的事情是 我这个东西是 在那边以物易物换过来的 在那个地方还可以以物易物 我拿我这个已经不太用的单眼相机 还在用Film的单眼相机 因为我现在都用电子的机器了 然后我在那边跟他交换 还讨价还价那边的人 他说我再加你一个相片 我再加你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跟我换了一个鼓 换一个这个东西过来 我们在台湾是完全没有办法 当然是什么事情都算钱的 在那样子的地方 有这样子的样一个体验 是非常非常的开了我的眼界 是 所以听起来你有很多的 在这个五年的当中 是学到学校所教不到的东西 然后也是在课堂上 没有教的东西 对不对 是啊 应该这样讲 今天有很多老师在现场 我当然不能说 学校都没有教过什么东西 是 但是有很多的东西呢 是学校和课本里面 教不到的东西 怎么说呢 学校可以告诉各位 这个一个国家 它有多少人口 距离我们有多远 但是它能告诉你 那个国家在战争的时候 那人是怎么样子的 逃离那个地方 它是怎么样子的 离乡背景 刚刚他们有提到说 一个艾滋病的小孩子 妈妈带过来 哇 就已经急死 即将要面临死亡了 我曾经抱的一个 这样子的小孩 学校没有办法教我 这个小孩子 就算他是如此的轻 但是在我的手上 是如此的沉重 它可以告诉你在这个国家里面 因为疾病的关系 这个国家有多少人 因为这样子有HIV的代源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 对我们来说都是数字而已 我去了斯里兰卡 他说因为海啸的关系 一个国家死了三万五千人 我说哇 我们921才死多少人 这个就多少人 你知道吗 那个可是对我们来说 如果没有去的话 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但我真正到那地方看到断圆残壁 看到那边的人空洞的眼神 每一个家庭都有失去的亲人 那种沉重 那种感动 而且我们心里想要帮助人的那颗心 是学校和课本里面 是没有办法教到的 我觉得那甚至比我去读一个硕士 去读一个博士 能够体验到更多的更多的 所以说行万里 这个圣读万卷书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网路上有流传一个 台湾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是一个加拿大的 台湾的一个小孩 他在加拿大 然后他自己在网路上流传 他画的一个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到 这个世界观是强大的台湾 台湾这么大 我们可以看到他强大的台湾 然后呢 他再来直到这个 中国呢 他是写的黑心商品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他在中东呢 这边写的是沙漠战争 就是这样的印象 然后我们再看过来 这边说的非洲 就是说妈妈说 饭没有吃的话 会被送到这里来 台湾的孩子 是这样看我们的世界 然后俄罗斯也是Vista 就是我们在说的 那个声音唱很高的 这个歌星 可是他只知道 这样的一个Vista而已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 我们在座的同学 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个地图 这个网路上流传地图 画出台湾的世界观 大概是这样子 你们同意吗 在我还没有出国以前 我的思想就是局限于 新闻媒体给我的 那我去马拉威一趟之后 我才发现说 原来非洲不是像Discovery 有动物那样跑来跑去 除此之外我也看到 刚刚前面的同学 有说到的是 他真的有很多艾滋病患 当我那一天 我身边都是艾滋病患的时候 我心里惊了一下 嗯 他会不会传染给我 第二天我到 我去的时候我才发现说 我们都是平等的人 我们就是要有 不要有歧视眼光去看他们 嗯 对 所以这一趟对你来讲 不只是文化的一个学习 而且有很多的冲击 让你整理你自己的价值观 对不对 对 当我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想法 有不一样的地方 像是被开了起来 那就是为什么世界上 有这么多人 以及为什么这些人 有不同的遭遇 以及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我是谁 我开始认 我开始去想 我未来的生涯规划 重新认识我自己 哇 讲得非常好 其实孩子经过这样 实地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做服务学习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的学习 鼓励孩子就是走出教室外面 一定要 我们说真正的教室 真正的教室是在窗外 不是在教室里头 他刚刚说 那个你一定要去过那边 才知道什么 那这是很对的 我们如果不知道什么 那叫巴布金 牛基尼 对 你对他就不会有那种论论 或者就你根本不关心 你可能听到就 就把他声音就过去了 对 可是你知道他是哪里 你接触到那边的人 那他发生什么事情 你马上就很在意 我们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因为那个 研究所很多同学来自于 各个不同的国家 你就会马上发现 因为他你对这国家 有所了解 下次那国家发生地震 发生什么 你就好像感同身受 因为你对那边的人 人有所接触 对 我觉得那接触就很重要 确实国际化之后 全球化之后 我们台湾的学生 如果没有国际观 怎么有竞争力 不过我还是回过来 就是我们谈到服务学习 你带孩子千里迢迢走到那个国家 你最想孩子学什么 我想刚主持人特别提到服务学习 服务学习 我们希望他用专业来跟公益活动 能够做结合 那过去我们 我想大家已经越来越少听到知识分子 这四个字 知识分子的目的 我们现在在教育过程当中 都教学生来运用知识 创造自己的幸福 可是我们应该在提醒他们 你的专业可以成就自己 那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幸福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这些孩子 他们这一趟去非洲马拉威 运用他们的资讯科技的专业 去开发跟导入一套系统 他把他的专业应用出来 他不是去劳力而已 他是把他所学贡献出来 而且是一个原本他在资讯科技上 本来应用在商业的一个用途 把他转到一个公益的用途 所以我觉得第一 在知识之工的提倡上 我们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 因为知识是有门槛的 如果我们只是去做劳力的工作 也很好 但是我曾经有个机会 跟一个医生朋友聊天 他说吴老师 你常常去做志工 我明天要去淨摊 我说那也很棒 那是劳力的 但你可不可以去疫诊 我帮你去淨摊好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有你的医学知识 所以你明天那个时间 你就去部落帮忙一下 看看有没有需要医学方面的一些协助 这就牵涉到专业志工 对 那我们台湾的孩子 其实现在教育部都在推所谓的服务学习 在大专里面高中里面都在推 所以洪教授因为我知道 过去教育部在推的时候 你也帮很多忙 而且你在一年之内 走遍了这个偏远地区 带孩子阅读 也带动了很多的大专学生 一起跟你到这个偏远地区 去说故事 然后当志工 所以你自己的经验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孩子 在服务学习上是不是很欠缺 然后有带领之后就很不一样 对真的是没有说 他没有离开过家之前 那种被父母亲宝贝的 有一次中山女高的学生 去罗纳部落 就是新语乡的罗纳部落 我记得他是一个1月21号 就是放完寒假饭了以后 他要去 你知道那天早上那个家长 那个棉被枕头电毯 带了这么多时候 你就觉得说 他好像他只是去南投 他不是去月球 可是带了很多很多不安心 觉得孩子会可怜 那背包流牛肉干什么干 背了一大堆 就是我们父母亲不放心 可是你去了以后 你真的觉得孩子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以前 一家三个人三个厕所 对不对 现在15个人共用三个厕所 他就很不一样了 很不一样的冲击 你就要去学会跟人家一起 尤其是你不能到厕所去以后 就开始这样子搞很久 人家他们这样敲门 你出来我要上厕所 所以那个每天晚上都要检讨 检讨的时候你就看到孩子慢慢成长 然后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 而且呢 说实在话 刚刚吴老师讲得很对 你有这个能力 你不要去扫那个沙滩嘛 你又应该去做用你的 专业的 专业的志工 就是说你不是用劳力的 因为劳力每个人都可以做 可是像医生 像我们说老师 我们去教英文教什么 那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 你知道现在台大那个志工 就是服务学习的课程 就在门口扫数页了嘛 我就是觉得说 不要扫数页 去做家教 去做课后辅导的 那就更能用到他的能力啦 是 确实 怎么样带领孩子 在志工的服务学习上 他的人生价值可能又不一样 开始学习去跟人家分享 甚至呢服务 这个服务 我就想问书瑞 你在服务的当中 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体会 我跟刚刚几位 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看法 我觉得必须要 从一件事情来做起 就是愿意服务的心 这什么呢 做仆人 我们这个时代 有太多的人 想要做什么 想要做主人 想要做王子 想要做公主 很不幸的 我的传的名字 就叫做中仆号 就是独老师 是仆人的意思 是奴隶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到很多的地方 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 我们自己 原本有太多的自己 才能在想的事情 就是说 要什么样子 才能把我自己 能够提升得更好 那并不是说 你有没有知识 有没有其他的 一些专业的技能 有很多人 只是在一开始的那一步 很多人就有道理 就说 我什么都不会 那我也不会 在台湾有多少人 是真的有资讯科技的专长 那有很多人就有理由 说我不会这个 我不会 那我就可以不要做事情了吗 当然不是啊 因为是要从一个很简单的 去服务人家 一个心态开始做起 那我们 在我们那边 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 你不管是什么人 你来这边 你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仆人 每一个人最先要服务 在你能够服务别人之前 你能够先服务你身旁的人 这样子的团队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 服务学习我们在说的是利他 我们这一代我们要怎么带领 其实大人们是非常重要 那我昨天在搭计程车的时候 其实有一位已经八十几岁的阿伯 他还出来工作 因为他的孩子 他让他去这个念大学 念优秀所五年 已经到三十岁出头 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工作 因为他觉得这些工作 他都不想做 所以这个阿伯还在工作 所以台湾孩子的竞争力在哪里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些服务学习 让孩子的眼界提高 也让他们能够学习 怎么样去关怀这个世界 我们谢谢你的收看